继续讲一下NOTOJS Debug的一种方式 NOTOJSDebug的这种方式呢 是比较多的 从NOTOJS出来之后 到现在一直有很多的一个Debug方式 那我这比较推荐的也是我比较常用的 就是直接借助微软的这个VSCode 这个开发环境来去做 就这个VSCode的这个软件 如果大家没安的话呢 我其实比较强烈推荐大家去安一下 这个IDE是真的 真的非常好 在使用Gate合并分支的时候呢 这个也是非常好的 包括这个Gate里面它的一些改动 这都是非常友好的 所以说这个编辑器呢 而且是比较轻量的 所以说没有用过呢 应该去尝试一下 我想你应该不会后悔 好我们继续 我们新建一个目录 比如说叫DebuggerTest这个目录 然后在这个目录下呢 我们去处理化一个NPM的环境 好大家看处理化完之后呢 我们再打开这个编辑器之后呢 会有一个Package.json的这个文件 这个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就是命这个东西 它叫index.js 就是说它的主文件是个index.js 这个时候我们拷贝一下 拷贝一下这个名字 我们就需要在这个里面去新建一个叫index.js的一个文件 大家注意哈 这个地方特别重要 就是你要用这个withcode进行调试 命里面是一个index.js 你必须主文件入口就是个index.js 比如说你把这个名字改成app.js 那你这个index.js的名字也有相应的改成什么 我们改一下 改成app.js 只要这两个名字是 这个名字能对应上文件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在withcode进行debug的时候呢 它就会去找到这个 通过这个min这个地方去找到这个主文件 然后去进入 好 那我们这里面可以先简单的去演示一个特别简单的情况 比如说我们打印一个100 然后打印200 我们拷贝一下 打印100 打印200 打印300 400 500 600 简单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进入调试的模式 就是我们这个左侧有一个小虫子 反正debug就是昆虫的意思嘛 对吧 然后我们就点一下这个 点下这个之后呢 上面有一个绿色的一个启动按钮 放进去之后 它会提示你说start debugging 然后我们要打断点 对不对 看我们属于要放到这个地方之后 它会有红色的按钮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2这个地方打个断点 打个断点 然后我们再点击这个绿色的按钮 OK 它就进入debug模式 对吧 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然后上面会有这些按钮 我们可以点一下 比如说下一行 大家看下一行 打印了100 打印了200 对吧 大家看我鼠标这个地方 字可能有点小 但是这个地方好像没法再去放大 大家自己亲自试一下 应该就能看出来这个效果 然后再往下 再往下 再往下 然后你把这个鼠标放到这个变量上之后呢 它会显示这个变量 当时在断点的时候的一个 当前的一个信息 然后左侧呢还有一个当前的一个变量 还有这个调用战之类的 这些呢和那个我们在Chrome里面去调试前端GIS 是非常非常相似的啊 这个按钮就是一气走完 这个按钮就是下一步下一步 然后这个就是进入函数执行 这个就是跳出对吧 然后这个红四按钮应该就是停止 然后我们这个是特别简单的一个方式 我们可以直接执行完 OK 执行完之后 这个100 200到600 就直接代印出来了 对吧 好我们再试一个稍微复材一点的例子 就是我们删掉这些 我们写一个稍微复材一点的例子 就是跟我们接下来的 要讲的案例是有点相关的 我们先require一下这个HTTP DATTP呢我们上一节讲了这个Commet.js 讲了require的可以require自己定义的 比如说那个A.js对吧 也可以require这个NPM安装的 比如说上一节讲的那个Lodash 这个地方呢我们还可以require这个自带的 就是NodeGIS带的 ATTP呢就是NodeGIS带的一个模块 所以说我们什么都不用安装 什么都不用写 什么都不用去输出 我们直接引用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模块 然后引用ATTP之后呢 我们再创建一个sever 等于ATTP.create.sever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直接用间断函数吧 尽量是用最新的ES6语法 因为我们NodeGIS的版本已经到了8以上了 所以说这个NodeGIS6的语法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response.write hide 这个地方呢我写什么东西 什么意思大家先不用管啊 大家可以跟着我一块先写一下 先熟悉一下但是什么意思大家先不用管 我们在后面会详细的讲 我们这只是为了演示一下这个debug怎么去做 写个比较经典的hello world OK 然后serve.listen 我们减定3000端口 然后consult.log我们打印一下 listing on3000端口 好我们写完了 这一行代码是什么意思呢 这几行 其实就是说我们引用了NodeGIS的ATTP的这个模块 然后通过ATTP呢创建了一个服务 创建了一个服务 然后我们这个服务里面呢返回的是什么呢 返回是个200 然后返回的信息格式是html的格式 然后内容呢就是这个he的这个标题 然后我们开始监听 如果监听成功之后呢 我们就打印出这么一个信息 证明我们已经监听成功了 这个代码呢是我们接下来讲解NodeGIS 处理HTTP请求的一个比较基础的代码 所以说大家这儿呢先自己去写一下 去练练手啊 但是具体的什么意思呢 大家可以先不用去关注 那我们就用这个呢来模拟一下这个 debug在这种方式下怎么去调试 其实也是一样的啊 比如说我们到了这个debug模式 然后呢我们去打断点啊 比如我们在这个地方打一个断点 然后我们去运行 好这个地方那个控制台我们给拖上来啊 要不然的话下面就没有了 我们刚才是已经在这个地方关了 然后运行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去浏览器中去访问这个logohost的3000 然后访问 访问这个时候一访问 因为它是创建了一个服务嘛对吧 创建了一个服务我们在去访问的时候呢 它其实就是能到这个我们打断点的地方 因为我们访问服务都要经过这个response.end 对吧 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这个response有什么东西 然后我们接下来 当然有什么东西大家不用关注 我只是来演示它是有东西的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往下 再往下response.end 这个时候没有结束 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往下 再往下 然后再往下 然后走完 走完之后呢还没有完 highlight了一个 为什么highlight了一个呢 因为我们刚才访问这个3000的时候 这个地方你看 这个hello world已经完了对吧 但它还有一个请求 还有一个请求呢 是浏览器的这个左上角的这个地方 有一个icon 有一个icon来去请求 然后我们不管它 我们继续再走完 OK这样就完事了对吧 也就是说 我们去访问这个3000的端口的时候呢 台下服务端放送了两个HDP的请求 第一个请求的是 请求这个hello world的这个主体的这个 内容 第二个请求呢是 我们可以看一下 第二个请求是什么呢 我们先把端链关掉吧 关掉之后我们看一下 好第一个请求是这个啊 就是请求这个网页的内容 是这个hello world的对吧 第二个请求就是这个东西 是这个东西 是这个favorite icon这个东西 其实就是浏览器的左上角的 这个小土标 它有请求 当然我们服务端反复的还是hello world的 当然是不可发 这没有关系啊 就没有关系 然后其他的这些东西 都是我本地这个浏览器的一些插件导致的 这个大家不要关心 你在本地可能是没有这些东西的 其实主要是两个请求 然后这两个请求来了之后呢 我们在这打了断点之后呢 它就会跑到这个断点中来 对吧 因为它要经过这个代码 righthead之后再往下去走end 然后再往下去执行 对吧 这就是一个断点的意义 OK 那我们如果不用了该怎么办呢 可以把这个断点给它点掉 然后呢 可以把这个debug方式呢 点这个红色的按钮给它停掉 好 这就是我们讲的 如果通过这个VSCode来去打断点 来去进行debug 是一个比较方便的一种方式 所以推荐大家去使用这种方式来去弄 好 我们本节就结束了 接下来呢 我们会讲一些 soro端和前端的一些区别的一些 注意事项 是特别重要的意义